高雄体感飙迫40度 天气热没有胃口吗 来一碗凉面 清爽又开胃 胡萝卜丝小黄瓜丝搭配鸡丝 简单的配料淋上灵魂酱汁 选择辣味带有焦麻感 面条四种任选 油面凉皮乔麦面和意大利面 夏天暑气来袭 躲在冷气房吃凉面是最佳选择 有客人从其今跑到前阵 买了18盒带回去给家人吃 每天都吃凉面 为什么 因为这几天真的太热 如果吃正常的醉吃不下 这天气热大家吃不了了 它里面辣椒的酱汁 它是用花椒去做 有麻麻辣辣的感觉 酱汁比一般麻酱清爽 爱吃辣的一定得放手炒辣油 看后除堆积如山的小黄瓜 看剥不完的鸡丝 就知道生意有多好 现在天气开始热了 当然是相当比较好一点 全台凉面白白款 南北口味更是大不同 像是宜蘭这家双酱凉面 厉害的也是酱汁 麻酱加上炸酱 味道浓郁又不会太腻 同样在北部台北这家凉面 就在成功高中对面 分量多又便宜 以北部物价来说CP值超高 像我们是那个药麦面做的 那个会面条会比较好吃 北部的人吃的比较清淡 所以比较吃的比较不是那么甜 这产品美乃滋 特吃的美乃滋 咖喻一点要的美乃滋 对对对 美乃滋嘉义人又称作北丑 凉面一定要加北丑才对味 虽然看起来酱很多 一匙美乃滋又一匙麻酱 但嘉义人却说这样吃起来比较清爽 北中南各地凉面 不管是面条还是酱汁 只要能做出特色 就能在陶克辛中 占有一席之地 东西新闻 孟嘉乃 您家一带之间 许淑明综合报道